我们开学啦 豆豆啊 不知道第一天上学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很好玩的 跟着我来啦 李錦记学堂首先会帮我们除去杂质 跟着我们会去洗白白 还会浸泡两个几钟头 每桌黄豆自然都滑滑滑 水润水润啦 跟着我们会暖身先 然后就进入全球第一套 圆粒黄豆专用的连续蒸煮机 以摄氏一百多度的高温 蒸煮三分钟 哇 蒸煮圆暖粒粒 真的好舒服啊 不过我们现在太热 一起来吹吹风先啦 我们现在讲温度三十八度左右 是最好的温度去找朋友玩 让我介绍它们给大家吃啦 哈喽 我是面粉呀 是制作豉油不可滑缺的材料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煤菌朋友 它叫做米曲梅 米曲梅 听说你是李錦记学堂自家培养的 真是够活力啊 大家好 我叫米曲梅 我就厉害了 可以产生蛋白煤 蛋白煤会把黄豆和面粉中的蛋白质 分解成氨基酸 酱油的鲜味就是这样来的啦 我还会产生淀粉煤 把面粉水解成糖 酱油的甜味都是多得我 米曲梅 你快点过来啦 我们现在要先混合接种 我们已经混合成曲料 进来全球最大 直径有20米 还是全球第一套 专为圆粒黄豆而设的圆盘制曲设备 制曲是整个制作豉油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李錦记学堂的老师 会利用电脑系统 24小时严格监测圆盘内的温度 湿度 风凉 风压 整个制曲过程全自动化操作 其家会翻曲3次 让曲料有得透气 这么好的环境 曲料自然发酵也好啦 四十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成曲啦 可以和盐水混合 李錦记学堂用的盐是符合标准 不含点的盐 藏楼会经管到送至晒场天然生晒发酵 在这些食品级的玻璃纤维缸里面 享受日光浴 里面还有自动循环系统 令我们均匀地享受到阳光 真是顶级享受啊 你们看下我们的晒场多壮观 有三千多个石油光这么多 我们会在阳光下天然生晒三至六个月 过程中会接触空气中的野生酵母菌和油基酸菌 所以石油会带有酒香 油和的酸味和各种滋香气 天然生晒完成之后 石油就会抽取到沉淀缸沉淀七日 还会过滤 将沉淀物和杂质过滤干净 也会以高温灭菌 你知不知道李錦记学堂的生产线 每个钟头可以灌装四万八千枝石油入瓶 是目前中国调味品行业中最快的生产线 李錦记出名品质自实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会做二百多项日常检测 和九百多个安全测试 只要有一项不合格我们都不能倒业 所以李錦记学堂的每一滴酥油製品 都是百分百安全和微微 一口气讲完酥油的制作过程 下次再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減少酥油啦